大家好,我是乔首女工编织坊的店主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一款太阳花 我们把它也可以叫做小触菊啊 棉鞋的编织方法 然后我们这用的线是这个 我们家的这个胶栏的金丝线 这个是深紫色844金丝深紫 然后这个是金丝的105那个小鸡黄 然后我们织的这一款的话 视频录的话是录的那个40码啊 40码的话这款起针是起28针 首先我用这个深紫色的来给大家起针 起针的话我用绕线的起针方法 绕线起针方法 然后你线可以留长一点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起针方法 也可以不用参照我视频里面的啊 可以按照自己的起针方法也行 然后这个线稍微留长一点 起28针 然后把它对折 对折完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线架到手上 就这样啊 对折之后 然后架到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这边 然后架好 然后拿一根针 针是用三燕的11号之针 这个用线跟用针不同的话 织出来的鞋面大小不一样啊 然后架好了之后 那个针放到线的下面 这样子啊 看好了 这边慢一点 然后把这个手指翘起来 这样压着 左手 左手大拇指压着这个线 然后翘起来 从这个地方 你看 一针 这个架上去的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十一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啊 按照这个方法来起针 我这边比较慢 如果觉得这个比较难 可以按照自己的起针方法啊 我还起了多少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十五 我下面就快一点啊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十八